大家好 又回到第二節的左膠陳尿所 有姑娘最好又在這裏 只看她美麗的樣子就行了 只坐和只說 剛才講到美國的Alan說老華僑去了移民 在美國已經對你千憂萬惠 很多的恩惠 避任你這班老人家 當然如果你留在大陸分分鐘的命都沒有了 我也想補充剛剛Alan有說讀書的方法 因為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中國人香港人比較喜歡填鴨式的書袋子方法 計分 純粹看分數 讀書就求分數 是的 但外國人呢 人家真的有一個制度 不是因為歧視你 所以改了制度 而是人家根本就是 一向都是用戶外活動 用其他的推薦信 去計分 人家不是純粹計分數 所以你就是什麼人 人家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要補充 人家不是歧視你 因為人家的國家本身的教育制度就已經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華人去到別人外國 他就不喜歡 他就覺得別人這樣 現在你又改制度嗎 好像別人玩彈工手 覺得別人是不是因為我考得成績好 所以你們就歧視我們華人 他們不理會那個 你明白嗎 我常常說 我將來有機會和你討論這個問題 尤姑娘 你可以想定的 就是什麼呢 想定的 是 想定的 回家動高枕頭想定這個問題 其實任何一間公司 包括學府也是 其實是應該有一個自主權 去決定收誰和不收誰 即是說 我要收光黑人 譬如我要收光男人 我要收光女人 我要收光黑人 我要收光白人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不是政府規定就可以了 這是我認為的 即是說 你任何的 只要做公營的公司 即是擺出來做生意的所謂 即是耶魯哈佛 我現在只是收男人而已 你不喜歡你就不要進去 你就報其他 因為到時候就一定會有 一個自由市場就一定會有 一些學府就是 專門做一些高級的學府 給女人去入讀的 你明白我講什麼嗎 所以這個 在自由市場 只要不是政府立例去規定 其實現在這個 正正的錯就是在這裡 因為政府是立例去強迫 譬如2014年有一個例子 就是當時就是因為 很多的一些 即是奧巴馬在任的時候 很多的那時候的美國 很多一些 即是我不斷地說一下 有點離題 不過沒關係 不斷地說一下 趁著Alan這個故事 那時候很多在美國的一些黑人 和一些拉丁美洲的學生 中學要留堂 教育部就說 這樣不行 發覺超乎 不知道十倍 總之比例很大 即是說 白人和亞裔的人 就沒有什麼人留堂 而拉丁美洲和黑人 就很多人留堂 於是教育部特意寫信給 那個名義蘇達州的學校 就說 我發覺你們很多的公共學校 那些 有些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 你們再不調職 接下來我們就要罰你了 即是諸如此類 那你想想 這個是否歧視呢 問題就是 到底是不是因為黑人 黑人的學生 和拉丁美洲的學生 他們犯規多 所以就要留堂了 嗯 因為那些先生有心歧視 我是黑人 我就是不喜歡你留堂 或者拉丁美洲 那為什麼他不歧視亞洲人呢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即是說 現在美國的黑人也是說這件事 如果你說黑人在美國 這麼多年之前 已經廢除了黑奴制度 都仍然是受歧視的 那為什麼亞洲人 新一代 就算第一代移民去到 都可以考第一 是 可以說 那些成績這麼好 賺這麼多錢 平均來說 如果那些第二代移民 賺的錢是高過白人的 他那些白人 因為他有勤力 其實就是跟勤力有關的 即是你花了十二個小時 讀一本書 跟你花了兩小時 是兩件事 那你成績就好 當然跟我們亞洲人的學習態度有關 父母的督促有關 但問題就是 他只是只管一件事 就不說另一件事 所以就出現了這些所謂歧視的問題 好了 剛才所說的 其實是一樣 就算人家哈佛耶魯的決定 這個是他學校的決定 你只管他 他喜歡修理就修理 他喜歡不修理 但亞洲人現在就學了黑人 這個叫做victimhood 這個叫做victim card 即是說一有什麼事 就說我是victim 我是me too 我又被人非禮 我又被人讓代 我又被有姑娘適有 有姑娘適一適 適合你 適合你 適合我電 你也挺坦白的 我肯承認 各位觀眾 這個有錄影的 將來是成功來的 所以你戴一副超 我電不到 不是電我不到 我電我少一點 我已經麻痺了 大哥 不戴超職 麻痺說不到話 變成那些白癡仔 流口水 不行啊 你要解讀 是呀沒錯 不要緊 不可以啊 所以要戴超 是呀 擋一下電力 所以為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明白 記住 不要經常說歧視 人家是有權 作為一家學府 其實他應該是有權 決定 他如何決定 收法是他的事 你覺得歧視 你就不要去讀 說完了 好了 接下來要講一講 另外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也非常有趣 就是說 上年2017年 十三歲的一個 中國都是大陸移民 他的家人 一家三口 移民去加拿大 這位叫辛小禦的女生 被殺 被一個28歲的 敘利亞的非法移民 殺了 先姦後殺 在他家附近的公園 找到 恐怖 十三歲 十三歲就很慘 真的很慘 好了 那現在的左膠是怎樣 他竟然殺完之後 這個女生被殺完之後 抓到那個28歲的兇手 竟然他們不是出來說 我們要為這個女生 伸張正義 首先他們出來說 大家不要這樣過份反應 千萬不要對這些 敘利亞非法移民 有一種歧視 你明白嗎 竟然是交成這樣 即是說這些人 敘利亞 敘利亞距離加拿大 好像隔了一個海 千山萬水 為何沒有 這麼多國家不去 敘利亞 這麼多附近國家不去 歐洲也不去 要去加拿大 已經很奇怪了 好了 加拿大政府收 又很奇怪了 收了 好了 有人殺出來殺了人 事實上證明 這些非法移民 這些人來到加拿大 真的做了很多非禮 強姦這些事情 好了 如果換了加拿大人 我想他們未必會去做這件事 不是 他 即是兇手 如果兇了加拿大人 他們未必會去幫助反應 不是 加拿大人肯定是大力譴責 如果是白人的話 你明白嗎 他就大力譴責白人 你看白人多暴力 你明白嗎 一定會這樣說 因為現在你是白人 或者是男人 你一定是壞人 我剛才說 你是女人 等於女權分子 男人就是壞人 女人就是好人 總之是美國 美洲 或者歐洲 白人 你信耶教文明 你一定是壞人 有色人種 你是好人 好了 這個 接下來 還有一件事 好像在多倫多 有個十二歲 小女兒出來說 因為這件事 我在街上 被亞洲男人 搞我頭的筋 就說 弄爛了她的頭筋 後來 還未查之前 Justin 就是左膠總理 已經出來說 希望大家鎮定一點 不要這樣 什麼什麼 原來後來發現 是指虛烏有的指控 其實沒有這件事 是大人 教這個小女兒出來 在那裡 假裝 又是我剛才說 假裝受害者 假裝那個 victimhood victim card 我才是受害者 我沒有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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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姑娘水 觀眾看到的 我沒有抽 我這些不是叫抽水 你叫做拍拼頭 我不是拍拼頭 只是假裝朋友 假裝朋友 假裝朋友 想量水 但不是說抽水 而是受害者 好像是完全的效應 對 就是因為左膠就是這樣 因為近年 左膠就是玩gender politics gender politics 將兩性就是分好和壞 男人就是壞 女人就是好 好嗎 就像最近 我們上個星期說 Brett Calvino 總之不用理會 36年前有個女人走 總之有個女人說你強姦 越走越多 對 走越多個 無靈無靈 又說你害怕 rape 整班人輪姦她 又說什麼 完全是指虛烏有的指控 不要緊的 總之有個女人你就要相信她 好了 或者叫race politics race politics 就是把人分成種族 即是說她是黑人 她一定是好人 她受壓迫 白人一定是壓迫者 她是壞人 她是加害者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歧視 我經常說 馬丁路德金說 我們要judge people by their character the content of the character 即是說 一個人我要看他的行事 他做的事 所作所為 要判斷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而不是因為 你是女人 又是姑娘 你一定是好人 我左醫師 事實上也是 不是 剛巧是 在你的個案 剛巧是 我左醫師 我是男人 其實不是 我就是受害者 我和有姑娘做節目很辛苦 我就是受害者 我被一個電腦 電腦 真的是大佬 你看你還不是壞人 你還說這些話 我不是壞人 OK 那 好了 接著發覺 原來 就是 Justin 撲出來 維護那個女孩 即是伊斯蘭的女孩 然後發覺後來 發覺她的指控指取戶友 就沒有那件事了 然後有些白人 類似的支持 聲援 聲援 聲援聲小語 希望聲援聲小語 發聲 伸冤 誰知道又有一個 穆斯林的女孩 就撲他們咖啡 但是又沒有人理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講起 現在西方的左膠程度 就是這樣 即是說 在西方的左膠 那些厲害 就是說 他們其實是把黑白顛倒 將什麼是 經常受害的人 譬如這個新小語 你想想一個父母 他移民到加拿大 我剛才說 好像你上一節說 那些華僑 無論他 覺得不受歧視也好 或者他覺得不覺得 美國是好 中國是好 他去到那裡 本來想著是好地地 一家三口可能在那裡想著 是啊 安靜地生活 是啊 那些平安無波無浪的日子 不需要搞什麼鬥爭 什麼什麼 遠離習總的 治下 偉大厲害了我的國 想著在加拿大 加拿大是一個很平和 很安長 很寧靜 很和平的國家 誰知道無端端的女兒十三歲 就被人先姦後殺 你可以想像得到 雖然我和你都不是父母 暫時 但是你可以想像得到 作為父母 一個十三歲的女兒 養到十三歲 忽然之間這樣被人強姦 對 就是你殺了 你想想那個傷害 對嗎 然後我也沒有發聲 說我是受害人 竟然有些穆斯林 就走出來說他們是受害人 OK 然後我說 總理還要去幫助他 就是幫他們說 你們不要過激 不要有什麼過激的反應 現在到底是誰 這個就是我其中一個做這個節目的原因 就是 左膠他將我們一切已知的 因為他要打破一些傳統 沒有誰比誰高尚 一切已知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真善美 他要將那個界限打破 你明白嗎 到底誰是受害人 誰是加害者 好像在這個 他們對左膠來說 好像是模糊了 是嗎 就是那個受害人 好像是那些 那個敘利亞 那個族群才是受害人 是嗎 但明明就不是 明明就不是 十三歲那個小朋友 沒錯了 明明是十三歲那個小朋友是受害人 他的父母才是第一受害人 最慘的是他父母 他死了可能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父母是最慘的 是嗎 好了 我突然來到現在沒有生希望 可能他媽媽已經過了年紀 生不了了 變成了兩老子 就是孤婦寧丁 兩老子過了生活 那他人生其實是沒有了希望的 可以這樣說 那你不去 就是你正常的人 就一定是他 先先去找了一個兇手出來 是嗎 怎樣去循循這個法律途徑 去什麼 再不是 遞界出境 住處去 他原來是非法移民 再不是 就要首先檢討一下 這個加拿大現在的 這個所謂的非法移民的政策 是否有問題 是嗎 因為他今天可以殺這個十三歲的新移民 他明天可以殺白人 可以殺其他的人 總之是加拿大人 現在左膠就不是 就不是去想想 是呀 是呀 有人離了我家 又非禮又強姦我 我不是去想想 不是啊 不是啊 那麼簡單 不是去想想想 如何懲罰這個 你明白嗎 而是想想 是呀 為什麼有人會非禮強姦我呢 可能他們在性方面 真的有需要 平時沒有機會發洩 我們應該想想想 機會如何幫助他們 你明白嗎 現在就是這樣 好像剛才你的個案 吃飽了 那就不會再有這麼多罪案發生 好像剛才瑞典的個案 是呀 就是他反過來想想 你明白嗎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 哎呀 你明白嗎 你吃飽了嗎 你千萬不要 你千萬不要 你吃飽了嗎 我當然吃不飽 你看我的壞樣子 真是知道我很餓 是不是 我就是等需要女性的位置 大哥還要說 有姑娘 是不是 我現在就是 很可惜 我就無法嫌疑 不像那些老華僑 如果不是去到加拿大就好了 我就可以 乘機和 不是乘機和福利機構說 我性非常苦悶 又得不到需要的位值 你懂不懂得有些女士 可以幫助我解決一下這些需要 你明白嗎 其實西方就是這樣 她現在的左交就是這樣 即是她包括了 譬如她說現在的醫療服務 包括了解剖你的性的需要 就是越來越左 那麼她將那個 到底誰是受害人呢 誰是有需要 什麼是福利 你明白嗎 她完全弄到亂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節目 即是說左交親條所 當然了 邊拆左交之外 就是幫助一些人 所謂的邏輯思考 即是不要像那些老華僑也是 猛成成 即是說你去到別人的國家 首先要搞清楚 哪個國家都有歧視 哪個國家都一定有 即是說 但別人的歧視已經是最低的那個 譬如你去美國 已經是最低的 美國真的是一個大用奴 基本上會怎樣歧視 你說有沒有一定有 但這個是一個個人 從一個個人的水平 即是我看到你 我看你不順眼 一定有 反過來你又看他不順眼 但歧視的問題是什麼 最重要是 你有機會歧視他 但他也有機會歧視你 這個是最重要的 即是說 所以我剛才講過的問題 即是說 如果政府立例 政府立例 只有一方可以歧視另一方 另一方是沒有機會歧視 白人現在好像在美國 在加拿大和美洲 反過來是沒有辦法歧視黑人 其實他是在被人歧視 男人和白人也是在被人歧視 其實是不公道的 但當 譬如像我剛才說 我想進入你這間學校讀書 你不收過80週 我就去另一間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是一個 你商業社會或者自由社會是一個選擇 你有權選擇我 即是等於有權歧視我 我有權歧視你 即是你喜歡跟我做節目 我不喜歡跟你做節目一樣 怎樣為之歧視呢 很難說 所以這個 我們大家要明白 就是說 你去到外國人的地方 首先譬如去到美國 大家要明白 作為華人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可能是排華 你明白嗎 很多地方你看到 我們剛才說 非洲 瑞典 歐洲 加拿大 美國 甚至澳洲 紐西蘭 越來越多這些情況 看到中國人去到的地方 第一 你自己又不知 自己尊重自己 去到 神真鬼厭 神真鬼厭 沒錯 加上 最慘的是什麼 好像最近 早兩天 有個記者在英國也是 去刮人 在別人的地方 是吧 即是說 你去到的地方 你還以為自己是當家作主 你明白嗎 我在中國做什麼都行 我有權做什麼都行 我有錢 我殺人都行 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什麼做不到 這件事很… 怎樣 我覺得很醜 很醜 沒有什麼 最慘的是這些 即是說 剛才Alan說的 就是老華僑 讀書不多 他的年紀又大 或者 那一般的老人家 他們還活在民國時代 即是說 經常都是那種宣傳 即是說 帝國之心亡我不死 以前老毛 即是毛主席時代 那些文革的洗腦 是不是 但是現在新一班 你現在說的孔林林 好像叫孔林林 記者 記者孔林林 這些人 其實他也讀過書 是不是 雖然他的英文很差 You have no way You have no way 他一直說 他去到外國 他經常說權利 他有權利 你又沒有權利 但是他在中國 他敢不敢說權利 是不是 你上網也上不到 上過Facebook 上YouTube 上任何的網 你會不會在中國 跟你的政府 跟你的公安 說權利 你去到外國 就說權利 即使你來到香港 也是一樣 大陸人 強國人來到香港 又說權利 但你在大陸 你又不說權利 就是他們沒有 所以才有貴國 這就是所謂的盲點 中國人盲點 就是什麼 中國人的邏輯思維出了問題 我們一向文化也好 與文可能也有關係 就是不是強於邏輯思維 現在就算在西方 那麼多這些所謂的左膠 他們都不說邏輯思維 他們都顛倒黑白 如果你去到外國 讀書近年 尤其是因為很多所謂的 譬如那些大學 很多所謂的左膠 譬如你當年在大學讀書 可能也是 你受那些 我不知道你讀什麼 主科是什麼 交流 交流 即是傳播 可能也好一點 但也可能 因為現在大部分西方學府 其實也是 主流的西方學府 都是左頸的 即是十個教授裡面 有八個是左頸的 只有兩個是稍微 好像比較幼 你想想 你上科目的時候 所有人都教你的課 都是男人是壞人 女人是好人 你明白嗎 那你搞一下 變成你去大學 其實不是一個 去學問學問 即是去邏輯思辯 去問問題 你剛才說的 第一節說 做這個節目 反而會想到不同的問題 在不同的角度 是嗎 剛才你說我假的 是 你是假的 但不要緊 你現在拿出來說 不行的嗎 你假也可以拿出來說 不代表不是 也對的 假的來也對的 假的來也有少許真理 其實你從這個 其實看問題 如果你完全 你學問 你只讀書 只聽一面的人 一面之詞 去接受那件事的時候 你變成不懂得去思考 其實學問 主要是讀大學 主要是思考問題 即是怎樣跟不同的問題 推敲 一個好的例子 即是說 譬如最近 我今個星期 可能未有時間說 譬如說 電子煙 是的 電子煙 電子煙的問題 最近有些團體 其實不是政府的 是一些所謂的教育團體 就說 鼓勵政府要禁電子煙 因為法國很多年輕人 可能就說 不禁 就像潮流一樣 對 就去吃 到底應不應該禁電子煙 其實裡面是很複雜的 一些思考問題 作為一個政府 又應不應該用一個硬性行政的立法去規管 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好了 到底禁電子煙 是否對煙商 即是真的賣煙的煙小煙商 煙草 煙草公司 是一個利益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禁了它 它反而贊成 是的 那我的煙買多一點 沒錯 但是 到底是否對全民有利 所以作為一個政府 我經常都說 我之前也舉過一個例子 在這個節目也講過一些例子 我們作為一個市民 無論是環保也好 無論是說慈善 捐助一些慈善的機構 或者是衛生 譬如食物 譬如現在很流行 自然的食物 即是說 很容易說 但其實是否應該去做呢 譬如說環保 或者剛才說電子煙 我們其實要看總體那個 就是要看總體 就是說 到底 總體 總體 你在想什麼 總體 你的手勢 我的手勢不是這樣 總體的問題 總體的問題 幸好我也學過 吃過野粥而已 總體的問題 你就要看到 其實一個政府 是為什麼 什麼時候要去立法 什麼時候要行什麼政策 好像我剛才說 譬如禁飲桶 交飲館就是 其實你禁了交飲館 是不是對社會有利 可能是更不好 所以你要首先 不要禁一些不禁一些 是的 又或者禁一些不禁一些 或者你的點在哪裡 最重要是你禁的目標 目的是什麼 我之前不是說過 左膠是不講目的 就是講意願 目標不要緊 最重要是意願的結果 是怎樣 所以你要看一個結果 我立了這個法 譬如禁電子營 到底是不是真的幫助了社會 是不是年輕人會少吃了 是不是總體是有益 這個我們將來有機會 可能遲些會有機會說 但是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看看社會 其實很多這些問題 首先要詳細思考 不要經常人運逆運 中國人很多 華僑 老華僑也好 現在新一代就算是 讀過一下書 他以為自己很聰明 大花大刮刮人 You have no right I am a journalist I am a journalist I am a journalist You have no right 有幾次 那些八婆 我經常由早到晚 都對得很多 你要嚇我 我對得很多 我經常都對著那些八婆 我不是 我不是 不要說你是 我不要說你是 不用怕 所以要記住 千萬不要學 那些不好的東西 不要學 這些左膠也好 大陸其實也一樣 就是左 左傾 這些 經常以為別人會害你 很容易 你墮入了這個思潮 這些圈套 永遠都被害 妄想症 你明白嗎 經常都覺得 他是不是想揹我 這樣 很嚴重的 可能想認識你 想認識我 我想認識你 好希望 好希望 說說說 時間又到了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Good night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好 拜拜